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继续加油 我们得一直把那些海鸥拖住 等到海龟宝宝们都进入大海 情况不太妙 有一只海龟宝宝偏离了路线 队长 是你的章鱼罗盘 海龟宝宝依靠亮光 找到回大海的路 你的罗盘反射出来的光 误导了它 别让海鸥靠近它 尽管交给我吧 队长 开放了海鸥们 来吃米饭啦 接住 真抱歉 海龟宝宝 我不是故意要误导你的 沙滩上除了海龟 人可真不少啊 又是你啊 别担心 我来帮你小家伙 小心点 呱唧唧 它的壳现在还很柔软 那我就叫你 小软龟吧 是个好名字 不过请你把我放下 我想凭借自己的力量回到大海里 海龟的天性就是这样的 快去吧 小软龟 马上就到了 谢谢你 不用再帮我了 我马上就到 救命啊 快给我回来 队长 海鸥把小软龟抓走了 兔兔兔 跟上那只鸟 我们会紧紧跟上它的 队长 要是早知道会发生这种事 我就老实待在栏里了 小萝卜 你要干谁 我明白了 小软龟 你没事吧 请你把我放在海边上 就是我刚才被抓走的那个地方 到了 我成功了 全靠我自己 哦 不对 还有你们 谢谢啦 再见 小人贵 再见 太棒了 真是太棒了 今天干得不错 队员们 海龟宝宝们也开始了自己的新生活 海底小松队 去发射台 西灵托 到底怎么了 队长 这太令人激动了 你找到了一只灯塔水母 它没跑了吧 它就在这 安然无恙 这有什么好激动的 伙计 灯塔水母拥有一项其他生物所不具备的本领 它们可以返老还童 然后重新开始它们的生命 就是说 灯塔水母可以长生不老了 是的 除非被其他动物吃掉 别担心 有我在 队长 只有灯塔水母才会经历这些神奇的变化 这在动物界都是独一无二的 我还从来没有亲眼见过呢 现在可以了 在你抵达之前 我们会尽力保护灯塔水母的安全 谢谢队长 海底小松队 执行任务 等等 我的笔记本呢 还有我的方塔镜 谢了 小萝卜 不不 我来驾驶 兔兔兔 打开章鱼宝舱门 要小心呢 谢灵通 别担心 好了 这样好多了 队长 我正在路上 我一定会尽快到达的 好的 谢灵通 你担心 我们会照顾好这只水母宝宝的 我们现在只需要等着谢灵通就行了 咚咚咚 谢灵通 谢灵通 这些泡泡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不 到林去哪儿了 在那边 我去 我们要赶在鲸鱼吞掉水母之前抓住它 不 它朝鲸鱼的嘴飘过去了 挠痒痒 时间到了 挠痒痒 我们给鲸鱼挠痒痒 让它合不拢嘴 然后我们就去抓水母宝宝 瓜姬 你挠尾巴 我挠肚子 披上 我负责抓水母 我们行动吧 准备 脑 抓到你了 咚咚咚咚 你们这些家伙 真是笑死我了 你怎么看 兔兔兔 我用章鱼刀把贝壳切开 它马上就自由了 这个很简单的 这你现在要干嘛 我们要把你从贝壳里救出来 我们会把它切开 然后 停下 麻烦你们停下 你好 停下 为什么 听着 我长大了 之前的贝壳不够住了 我需要一个新的 那个贝壳大小正好 对它来说可能太小了 但对我来说大小正好 它不是这唯一的寄居线 快动手吧 如果你们把那个贝壳切成两半 它就毁了 毁了 我早也找不到和它一样的贝壳了 我都找遍了 如果你们不介意 我想问一下 为什么你们要不断的换贝壳住呢 因为寄居蟹自己没法长壳 所以我们建议用其他动物的壳来保护自己 我们搬进一个贝壳里 长大 再长大 然后搬进一个更大的贝壳里 兔兔兔 我们该怎么办 也许我能切开贝壳 然后再把它重新粘起来 这太冒险了 我们得另想办法 队长 我们这儿有一只寄居蟹 想从它的壳里出来 另一只想进去 我们得把那只在里面的安全救出来 医生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 我们得做个开壳手术 队长 我以前从来没做过开壳手术 在医学院上学时也没做过 小心那些毁佳人的钳子 手术全程我都会给你讲解 我带北极熊仔时曾经做过一次紧急开壳手术 好的 放心 我保证不弄坏那个贝壳 好的 队长 第一步 浮稳贝壳 第二步 寄进肩管 第三步 准备啄路垫 突突突 准备 我非常希望这样能行 我也是 队长 我们准备好进行开壳手术了 好的 匹医生 现在需要五大鼓济流把它推出去 你得许出全身的劲儿 不遗余力 来了 一切准备就绪 队长 好的 听我口令 五 五 一 四 三 二 一 出国 不做的 都没回应 不做了 我们成功了 海底小纵队 大家保持队型 噢 又是那些大薄怪 快偷看我 追上他們 珍珠別動 哦 不 他們沒事 那我們還等什麼 不 掛機 太危險了 對我們來說小菜一點兒 我們的爪子非常的特別 瞧 我們要是也有這樣的爪子就好了 我能再看看你的爪子嗎 當然沒問題 嗯 你猜怎麼著披上 我或許可以為大家製作一些 吐吐吐 你的發明真是太棒了 謝了隊長 我給他起名叫攀爬爪 大家要緊緊跟著我 我們要把螃蟹們趕到懸崖頂上去 我們在這裡等著隊長 他們在這裡會很安全 記作用了隊長 盡量再往上來一點 穩住 海底小組隊繼續向前 喂 你們這些大忙快 對我的朋友們錯了些什麼 別擔心 我們只是想帶你們回家選 帶我們回家 喂 你怎麼不早說呢 想搭水豐車嗎 那我就不客氣了 啊 好了 啊 好了 啊 啊 啊 海底小組隊連城一列 好的隊長 好的隊長 救命 我們來了 火箭 吐吐吐 抓住我的尾巴 明白 包機 就差一點兒 抓到了 海底小組隊把他們拉上來 大家好樣的 謝謝你們幫忙 我們之前只是有點害怕 畢竟離家這麼遠 不用客氣的 不過海獵西也幫了大忙 哦 這沒什麼 你們不是說要跟我們一起回家嗎 是啊 我們走吧 火箭 隊員們 去加拉帕克斯群島 到了 加拉帕克斯群島 喂 火箭們 我們到家了 回來的正是時候 正好趕上吃飯 我也餓了 來吧 對 就是他 就是他啦 我用海藻把它包裹住 防止它飄走 各位請看 這是佩里克 我讓你們來就需要見他 我剛出生不久的外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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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愛呀 好可愛呀 毛羞人的 太可愛了 佩里克還只是個寶寶 所以我要花很多时间来喂他 给他洗澡并且教他觅食 等派里克长大些 他就可以自己潜到水底捡红海胆吃了 实际上 我现在正要教我的小派里克学习潜泳呢 但我还得赶紧履行我的海胆任务 珍珠 不如你和谢灵通一起教派里克潜泳 我们其他人来把红海胆从海藻林里弄走吧 那真是太感激你们了 埃迪小宗队马上执行任务 宝贝 我们是这样吃红海胆的 你试试 哦 不对宝贝 那是石头 罚客队长呼叫谢灵通 前用客上得怎么样了 呃 派里克找回了三块红石头 两个红贝壳和一个暴脾气的红螃蟹 但是还没找到红海胆 你们呢 花了一点时间 但我们正想办法把红海胆从海藻林里弄出去呢 哦 好吧 那应该可以控制住他们了 至少天黑之前可以 队长 红海胆在夜间是最活跃的 太阳落山后他们可能再回到海藻林里面 既然这样 我们最好待到晚上 大家一起轮流盯着海胆 现在 你确定在上面没有问题吧 西灵通 当然了 队长 像海胆一样 在星空下入眠 真是太棒了 我们手牵着手 抓住海藻 所以不会 飘走 那只鲸鱼肯定就在这附近 这边 停 那个粉色的珊瑚礁有奇怪的热气冒出来 无论我们要找什么 它肯定在这附近 那咱们最好仔细看看 海底小松队 侦查开始 这个珊瑚礁看起来有些奇怪 队长 看这个 它的下面是白色的 让我来看看 这不是珊瑚礁 是幽灵鲸鱼 我就知道有鬼 给我回来 你这个 冷静点呱唧 我们现在还不清楚对手的实力 它又回来了 怎么了 难道你们就没见过晒伤的鲸鱼吗 这可能是它的另一个鬼把戏 或者这根本就不是一个幽灵 幽灵 你说我是幽灵 我是一头做头鲸 我只是碰巧是白色的 很好 但你是粉色的 我背上晒伤了 而且你们在上面爬来爬去的 让我很不舒服 天哪 那肯定疼极了 这都怪我 昨天我在近海面的地方待太久了 被晒得很惨 你都晒成那样了 那就应该在海底待着 远离太阳 我也想 但是我必须每15分钟去海面呼吸一次 太阳马上就升起来了 我们必须做点什么 不然你会晒得更严重 我想到解决办法了 队长 我们可以使用100cc的白晶专用晒伤舒缓膏 哈哈 皮医生 是的 队长 什么事 我觉得咱们需要更多的晒伤药膏 再来一点 越来越多 一定是快到了 是的 我们确实快要 快要撞到珊瑚礁了 我的小乖乖啊 阳流太枪 流不出来了 我们要撞上了 一切撞两次 要破记录了 摩尔 另一侧有东西 大家跟我一起测身出过 我的老天爷呀 隐藏的环礁湖 这个暗礁就是要找的那个圈了 顺着河流找到神秘圈 意思就是 一定是它 魔鬼鱼的秘密具实地 但是我怎么没看到魔鬼鱼呢 也许盛宴已经结束了 那或许才刚刚开始呢 哇 简直是魔鬼鱼的漩涡呀 哇 我们魔鬼鱼就是这样一起吃东西的 把这些拍下来一定很壮观吧 哦 我的相机 还游得太快了 这儿 跳上来火鸡们 现在拿回相机 马上 拿到了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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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呐 姐过一下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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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谢谢达西西 赶快去刮鸡和皮衣裳 呃 呃 呃 增加珠宝距离 好的 走吧 现在朝水面游 快 哎 墨儿 怎么了 我在想 这是应该拍照留念的 哈哈 哦 哦 哦 谢谢 我现在有一个特别棒的主意 准备起飞 哦 嘿嘿嘿 啊 好用的 墨儿 我的跳跃水平看来也没那么糟 哈哈 谢谢你们帮我朋友们 现在这张照片一定可以做国家海洋杂志的封面了 哦 谢谢墨儿 你拍的是好看的那边吗 嗯哼 就是我这边 不 是我这边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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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